大家好,今天是8月29日,星期二 假裝星期二也有個嚴正聲明,很簡單 很多就是騙徒的手帕 拿回朋友的Facebook上的東西出來 再串下去 我還想給大家看看 一個完全完整的騙徒 欺騙你的過程 我們去騙看看 先生您好,我是伽利比銀行的 可以給您提供一張100萬額度的信用卡 還款期限為半年,請問您需要嗎? 不用,沒有需要 我們還在做客戶調查問卷 佔用您一分鐘時間回答幾個問題 可以給您手機充值300元 您看可以嗎?只佔用您一分鐘 那行吧,你說吧 請問您是從事什麼職業的? 上班 您生活在哪個城市呢? 沈陽 請您簡短介紹一下您的工作內容好嗎? 簡單幾句話就好 就是在一般大公司打工婚日子唄 忘了請教您怎麼稱呼 我姓田 那您的全名怎麼稱呼呢? 田浩 謝謝,再見 等會兒,您那三百元花費 我當然知道他叫什麼 他的信息 他父母的信息 他親朋好友的信息 我都有 我只是要他的聲音而已 然後我把他的聲音導入AI軟體裡 讓AI學習 這類軟體不只一種功能大同小異 學好之後我讓他說什麼 他就會用田浩的聲音說出來 比如我錄製一段聲音說 喂媽,我田浩 那小二虎生病了 需要手術 你趕緊給我轉五十萬 到醫院賬戶裡 我一會兒給你發 你快點 我現在我得馬上去辦手去了 然後我把我的錄音導入軟體 選擇田浩的聲音模型 幾秒鐘 我就得到了田浩的聲音 媽,我田浩 你小二虎生病了 錄手術啊 你趕緊給我轉五十萬 到醫院賬戶裡 我一會兒給你發 你快點 我現在 我就馬上辦手去了 再跟電話裡的聲音對比一下 那行吧,你說吧 就是在一般大公司打孤婚日子唄 怎麼樣 他是用田浩的聲音 模仿我的語氣說出的這段話 如果我用這個技術 偽裝成你的聲音 換成各種要錢的理由 發給你七八十歲的爸媽 你能保證他們不給我轉錢嗎 好了 今天大家聽到這件事 你要知道 一個完整欺騙你聲音的過程 不需要欺騙你錢的 欺騙你的聲音 所以如果你的陌生人電話 你追追追 喂,你是誰啊 我是誰啊 我是誰啊 這樣他就很難模仿你的聲音了 為了你說 是,你看 這樣 就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你的聲音被人騙了 那你的親戚朋友就會被人騙了 所以對陌生的電話 不要說那麼長 不要那麼多 他一定會問你幾件事 你在哪裡工作啊 你做什麼職業啊 你傳名是什麼東西啊 因為他知道這幾件事之後 就可以基本知道 你一些資料之後 他可以跟別人說 都不會有那麼多容易穿崩 不過記住 這些陌生電話 最好都是不要接了 一轉完之後 喂 喵 收線 完了 好了 看看今天來講 那再跟著看什麼呢 那跟著看北水 你看到北水這幾天 都一直連續上升的 所以基本上 就慢慢在儲起子彈 就好像這裡這樣 你看到 是北水有進沒有出的 那麼這裡都開始 開始進入這個階段了 看看遲些會不會 多一點的情況 喵 我們現在去到這裡之後 我們再看看 那麼 再下來大市的情況 昨天有些人認為 市升了上去之後 今天你會回的啦 沒有的啦 一天播仔的啦 再不是兩天啦 再不是三天 再不是四天 就是第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看 阿爺現在怎麼樣呢 阿爺之前開了個會 說話要救市嘛 要盤活的資金市場嘛 那怎樣盤活呢 很多人還是猛成成 還認為還要說 阿爺啊 你不給一百幾億出來 怎麼救的市 對不起啦 阿爺不是給一百幾億出來救的市 因為給一百幾億出來救的市 在2009年試過領了爺爺 那些人每個人都是中飽私囊 所以阿爺現在是對症下躍 是用這個我用的名字叫 敵貫來救市 是精準救市 你哪裏需要哪裏需要 股市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資金不足 第二樣東西 就是那些人沽股貨 沽股票 所以第一件事阿爺呢 如果我有一篇文章已經說過了 阿爺是做到的 其他國家做不到的 第一件事是怎樣 如果你沒有需要的 不准沽股票 哈哈 這樣也可以的 那當然對大股東來說 是不准沽股票 因為大股東很多時候想 我又沽股了之後 我遲了再賣賣 那我就賺了一筆 就說你不要搞 因為你這樣擾亂金融 那些小戶都被你害死 第二件事呢 就是 你如果想說 再跟著是 立亂來做到 我發股票 來去籌錢 然後可能劫水走路 對不起 阿爺說你做不到 不過 如果你真正有需要的 審核過之後 就可以給你發股票 一樣的 一樣有人可以發股票的 不過 不是人人都是 立亂發股票 一樣都是有人 可以沽股票的大股東 不是大股東 可以股意來沽股票 第三 沒有再有IPO 第四 真正要對市場方面 起市場 整體方面 提供資金 去賣股票 就是這樣 所以 我 今天的篇文章 有提及到 明天我還會繼續寫 阿爺怎樣救這件事 用的手法 是很簡單 功、求這兩個字 完全是市場準則的 不過 那個功和求 是有少少中國社會主義的特性 不可以去到這裏 不要說這裏 回來之後 要說什麼呢 就要說回那個 是 說回那個 是 這個什麼 呢 旗子先 旗子方面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的 很簡單 繼續上來 這個我又畫了很多次 不過 也繼續要畫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有些新的朋友 就可能不理解這個情況 第一 起這裏 起這裏 是不是 就這樣 雙型走勢 雙型走勢 就這樣下來 這樣下來 這樣下來 現在就彈了上去 很多人以為彈到這裏 就收工 那怎知道繼續彈 很多人以為 昨天彈完之後 你跌下來就收工 那今年又繼續彈 那又要怎樣 彈穿這裏 彈到哪裏 彈到這裏 最好彈到這裏 最好彈到這裏 是192至195期間 這個就非常好 如果彈到這裏 在190左右 這裏 最好彈到這裏 最好是這裏 橫行三四天 吐吐氣 然後再彈上去 這樣就非常好 好 好 再跟著 我們看看情況 就是 一 還有個股 這個個別的個股 你可以看到的 方網股 全部都好 有些 昨天的東方因素 那些好的又不行了 中國移動不太動 真的開車又不移動 其他比亞迪電子 掉下來了 所以比亞迪電子 便升了上去 再其次 我們看看 這個是 這個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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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